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偏胖的话 你去看很多歌星啊 那个大歌星都是胖的呀 他中气足呀 丹田气足呀 这也是正常的 对不对呀 但是有些人很瘦小 很瘦小 他也是声线很足的 他唱歌也挺好听的 对不对呀 曾经有一个 我请了一个女高音 人瘦瘦小小的 唱得可好了 声音响得了 不得了 很好的 结果后来人家来问我 说师父啊 你请了这个女高音啊 台庆的时候 为什么她人这么小 唱得这么响啊 那我跟她开玩笑了 那我说那公鸡怎么这么小 为什么叫得这么响 就是告诉你们一个问题 任何情况都会发生 但是呢 偏胖的人的确声音是比较 比较柔和 周的人呢 他也有柔和的 只是呢 有时候呢 比较粗一点 实际上跟她的声线有关系 我们说底情不代表 啊 不代表她的声音的 所以你看很柔和的 很好听的女人声音 胖的 很多都是胖的 明白吗 啊 当时呢 有些女孩子很瘦 声音也很好听 看中央电视台 那些女演员 她们声音也很好听 人也不胖啊 实际上这个只能相对而言 不能绝对的 但是呢 跟前世呢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你要说完全没关系呢 也是有一点 因为如果声音比较嗲的呢 这个跟她前世的这种感情啊 嗯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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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体感太 太 太 太分布一点了 明白了吗 嗯